好,欢迎大家收看由DT大数据梦工厂推出的大数据IMF传奇行动绝密课程的第106课 在这一课呢,我们就围绕上一节课提出的问题 然后继续我们的Spark Streaming这个技术 支撑下的电商广告点击中和按逆中的黑名单过滤的实现 这是我们整个案例的第三课 预计我们整个Spark Streaming技术支撑下的电商广告点击中和按理 需要两周的时间讲完 我个人确认为这个案例非常的有价值 而且也可以这么说 你把这个案例搞得非常透彻了 你的月薪35K肯定是没问题 我要特别补充的一点是 你现在实问的案例是表象 我说搞的是透彻 透彻其实主要是指内核层面 内核有两个层次 一个就是Spark Streaming它基于Spark Core 你肯定要把Spark Core内核的方方面面论得非常清楚 我们IMF课程 前面花了应该是20多角的时间 彻底带领大家彻底精通Spark Core 那第二部分就是这是一个应论程序嘛 对吧 应论程序基于Spark Streaming系统 那Spark Streaming框架它里面的运行机制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我们是不是在早上的 Spark版本定制班中 已经跟大家初步已经解密了 因为现场听课的 有很多都是我们 Spark版本定制班的朋友 所以大家应该很清楚 就是如果你是Spark版本定制班的朋友 你肯定对Spark Core很了解 现在又对Spark Streaming的框架很了解 那加上这样的一个项目的话 我觉得你到公司就肯定能找到 月薪35K以上的Spark的开发工作 你至少是高级工程师 至少是高级工程师 如果说你有几年的加瓦经验的话 我觉得你很容易成为资深工程师 资深工程师 OK 那你成为资深工程师之后 这个就不得了了 从技术的角度讲 我估计 一百个工程师中 一百个工程师 他的一生 就是他一生的高度 能够有五个资深工程师 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 就是我们六月一日前的所有 这个爱尔玛夫的课程 如果你能够掌握 同时你有多年的这个业界经验 例如说有三年左右的 这个加瓦意义的开发经验的话 我个人感觉没有太大的问题 而且何况我们整个六月份 基本都是在讲性能优化 当然我们有时间也会讲圆满 好 我说这次所有的话 只有一个意思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内容非常重要 对吧 这个内容 非常重要 这就是我想强调的关键点 好 大家要想知道我们的这个课程安排 等相关的信息呢 要欢迎大家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或者说 我个人的新浪微博 我们这节课 讲这个在线的这个系统 在线的流出的系统中 过的一个黑名单 我们完全是基于真实案例的 好 我想问一下 大家可以看见我的桌面吗 可以是吧 这个 一不小心进了这个截图了 OK 这个是 今天起尊两位交费的同学 一个是通过微信转账的 另外一个是通过支付宝转账的 这个是加入我们大数据 Spark蘑菇云行动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课程 我个人强烈建议你加入 在大数据Spark蘑菇云行动 因为它是9月1日开始 所以你这个也不存在说 跟不上课的问题 而且我们有一套完整的学习路径 就是零基础 然后实战整个系列的内容 我是强烈推荐你 而且加入之后 我现在IMF的所有视频代码等 你都可以免费拿到 好 我这里不多说了 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这个代码步伐 就接着上一节课的代码 继续跟大家写 OK 我们上一节课说初步进行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过滤 当然这个只是基本的模拟 我们说这个10秒这个Batch Duration 在这个时间如果说你点击 假设说超过多次 我们说你点击超过一次对吧 但实质上我们从企业实际生产环境的角度讲 一般都不会这样去做 一般情况下都不会这样去做 企业级的实际生产环境 我觉得最重要的 它是用机器学习 所以我们在那个 我们的那个Spark蘑菇云行动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 就在线机器学习 不过我们现在不讲这个在线机器学习 因为你讲在线机器学习 首先你要彻底搞懂 Spark上的机器学习 然后要搞懂在线级别的机器学习 然后要搞懂业务逻辑 这个你没有一个月的时间 不可能是吧 我们这个除了从简单的 这个数字过滤的角度来考虑 你觉得比这个机器学习模型 就是稍微弱一点 但是呢又是很不错的方式 应该是什么呢 因为你要过滤黑名单的话 我们的短时间 我们昨天也说了 短时间十秒钟 假设说你点击一百次 大家肯定都看出你是 这个非法的点击行为 对吧 但是可能一些程序或者一些黑客 他刷广告或者之类的 当这个背后有一条产业链啊 大家可能都有错耳闻 他肯定模拟的 尽量的像真实的点击行为 OK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说 他十秒钟 他可能真的是指点一次哦 你这个时候 就作为企业集成的环境 你又不论在线机器学习的 这个模型进行训练的话 那你会怎么做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法 OK 这个 笔在线机器学习退耳求其 求其 哎 退耳求 求其 求其次的做法 如下 对 这个科里昂说 一段时间内 你可以考虑一个IP 有多少个任务的账号访问 这个确实是一个方式 我把科里昂的这个话 直接考过了 例如 一段时间内 同一个IP有多少账号访问 对吧 这个肯定也是一种方式 对吧 再例如呢 例如 OK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但是办法有多能多样 一段时间内 一段时间内 推耳让辅在一个IP内方 爬唇死了 IP到底 哇 这个 好吧 这个 其实这个 这个不是跟IP相关的 IP相关不是实际上那么简单的事情 它可能搞得一套很复杂的机制 你可能要进行那个IP的追踪 就是它的路径追踪 OK 其实你还有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方法 当然这个可以考虑Mac地址 IP OK Mac地址 OK 当然这种方式由于设计太多业务了 我们不去做这个角度的东西 因为我们还是拒绝Sport Streaming 本身的这个技术的使用 其实还可以 你可以统计 一天内 一个人数 点击 广告的次数 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对吧 如果超过 例如说超过50次 一天点击 同样的广告 超过50次的话 对这次的一个划指 就列入黑名单 OK 这个是思路级别的 当然这个要补充一点 黑名单 是 有 有一个 重要的 特征 动态生成 对吧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 黑名单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是动态生成 对不对 这时候你要考虑到 时间的因素 对吧 当然刚才有人说 说 说 广告点击 不得弄账号 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对吧 关于这个 是否是有账号的问题 例如说 你通过这个Mac地址 或者之类的 这都是很好的手段 和方式 我们是先分析这个东西 然后 当我们是现在做的 不可能时间那么复杂 否则 你就不是在搞 spot streaming 你是在搞一套的业务逻辑 我们知道是这回事 但是不一定要这样去做 所以黑名单 有个重要的特征 是动态生成 所以每次 每 每一个 batch duration 都要 考虑 是否 有新的 黑名单 加入 这个一旦 一旦考虑 是否有新的黑名单 例如说你这系统 今天运行 明天运行 后天还运行 是不是黑名单要存储在一个地方 大家想一下 是不是 此时 此时 那肯定是这样 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分析 我觉得这个分析的过程特别重要 所以说黑名单需要存储起来 具体存储在什么地方 黑名单存储 我觉得数据库就差不多了吧 你 黑名单 你这边 例如说 存储到的这个Mac 或者之类的 当然我们这边就说 就是这个UlerID 你不要搞那么复杂 我们先分析它 你知道实际上你怎么做 你就分装 存储在DB中 即可 当然你可以存储在其他系统 这个是 看你自己去看 OK 你像一下邮箱系统 可能就有特别多的黑名单 OK 包括我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试诺一个邮箱的数 它有时 它也会把你列入黑名单 当然这个列入黑名单 只让你停止一段时间 去发这个邮件 因为你可能发广告邮件 发的太频繁了 对吧 你发的太频繁 你想一下 那广告邮件 你间隔的时间太短的时候 它这个是不是流处理的方 可不可以采用流处理的方式去监控啊 别人发邮件 你可不可以通过流处理的方式 例如 邮件系统中的 这个黑名单要论一个引号了 黑名单 可以采用 Spark Streaming 不断的监控 每个任务的操作 对吧 如果任务操作 发送邮件 发送邮件的频率 频率 超过了设定的值 可以暂时把任务列入 黑名单 从而足止 任务 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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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过度平凡的 发送邮件 我只是举 我们这里面 我们这个案例 它可以在一个非常小的印度 我们这边叫寄认务 寄认务的这个user 你这种ip of the mac 这个 这个太复杂了 这个复杂不是说Spark Streaming 技术复杂 而是你分担的 这个业务逻辑复杂 至于你分担什么 业务逻辑 对你使用Spark Streaming 有没有影响 大家想一下 有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对吧 OK 这边说 存储的说 有人也提到 Reddit 其实确实 如果你是系统比较大 数据量 并发请求比较多的话 Reddit 是论的也比较多 好 大家想一下 这个书该怎么弄啊 我们现在要想一下嘛 你这边数据论过之后 这边是Print 你转过来 你是不是要把我们这个数据 要存储到外部存储系统 我再重复说明一下 我们不考虑这个IP 或者之类的 因为考虑这些东西 至于我们做这个项目 而然没有意义 对吧 你说考虑这些东西 我 我是那个 应该是七年前左右的样子 给一家机构做过这样的系统 好复杂 我觉得讲 不 当然 那个是传统技术实现的 那个搞一大堆啊 什么IP的这个反追征啊 然后 反正一大堆的东西啊 那个东西估计 讲完也需要讲两个星期啊 好吧 我们聚焦在18时 Dreaming上 好不好 啊 不要 不要游离了主题啊 那我们现在 就 是不是要把这个数据 保存的数据库中 OK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 要把数据 保存的数据库中 保存的数据库中 怎么弄啊 我把这个注释掉 我觉得大家都知道 这个代码咱们写 不是吧 for each rdd 对吧 for each rdd 我看一下 刚才那个应该是有 我们这边for each rdd 我看一下 我们这边直接new function funk funk sink ok 啊 这边我们 new function 我们直接就留翻个清本身 这边返回 void 因为我们是要写入外部充足系统 肯定是返回 void 这边 string now 这边有个交报 pair 好,我们的实现现它未被实现的方法 好,那在这边你是不是要写 你在这靠方法中 你就针对这个RDD 然后写入外部充足系统 我们这边就是写 写入数据库中,对吧 你写入数据库中 大叔,你是不是要辨理在里面的数据啊 肯定要辨理在里面的数据 对吧,这毫无疑问啊 OK 所以这个是R 我们把它命名为RDD RDD 然后你这边写数据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都知道 这个我们肯定是用高效的写法 是吧 for each partition 这个前面都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OK,for each partition 这边New 我看一下 OK,void function 这些都是自动生产的 这个都没什么问题啊 然后这里面有个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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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我们的partition OK 在这个地方大家肯定自己都很清楚啊 这边你肯定采论 我这边to do 我这边写下注采啊 我们现在先不要设计数据库层面的操作啊 数据库层面我们专门拿解课 对它进行分装 在这里 在这里 因为我们现在还是要过流 专注于我们的业务逻辑啊 在这里 我们词论数据库连结词 高效 高效操作数据库高效 我们现在是在这里 读写数据库的方式 把数据写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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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用myscycle吧 myscycle确实时间转带就比较多 这边需要说明一下 由于传入的参数 是一个 Iterator 类型的集合 所以 为了 为了更加高效的操作 我们需要 批量处理 批量处理 大家都知道是吧 我们需要 批量处理 这是数据库的方式嘛 数据库操作的方式 例如说你插入 你可能说插入一下 插入一千条记录 对吧 你不是说每次一次一次的来 它是先准备好一千条记录 设设计 设计 这个insert batch 类型的这些操作 当然它具体的方法 可能有所不同 或者 update batch 或者更新 品量更新 品量插入都可以 update 这个也是个性能方面的内容 update batch 内心的操作 好 我们在这边先不设计数据库的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假想 我们已经把这个数据放进数据库中了 OK 那是不是每个batch的时候 我们都把这个数据放进数据库中呢 不过其实这里面有个问题哦 这个问题是什么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大家想一下 你把每次认付点击的这个行为的 认付的这个信息 都放进数据库 我们认付信息 它这个是点击流 这个认付信息 我们说 插入的认付信息 可以只包含 我们什么呢 user id 这个add id 还有什么 这个点击次数是吧 就我们现在过来黑名单 过来黑名单 这件事情没有必要要cd 点击次数 这个点击次数叫clink 我们随便说一下 叫clink clink的count 大家必须清楚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这个进入string 是讨完整的一条记录是吧 这个有点不太对哦 我们想一下这个逻辑 这个可能还是有个还是学时间层面的 这个time 你这边说filter 然后前面是reduce by k 如果说我们加上时间维度的话 可不可能同样的k出现超过两次啊 这不可能的是吧 因为时间是唯一的是吧 时间是唯一的话 那你这边clink的record 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加上这个时间啊 大家想一下 我们一步一步来啊 这个有时代码 有时代码就能存够这个没关系啊 你这个地方能不能要时间啊 我想一下 如果我们是假设真的是那种time stamp的方式的话 肯定是不行的 这个我们写下注释吧 我们就不进行时间转换一大堆的东西了 好吧 反正这个是你业务逻辑代码 我们就假设这个是YYY是吧 HH MM的方式 哎 这个叫什么方式 YYDD YYMM DD的方式 是是是是这种方式才行对吧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OK 我们这边就不搞一个time stamp 一大堆的转换的动作了 暂时我们不写嘛 就是最后我们发现实际项目需要的时候再写 这个没关系啊 你要先完成 这个基本的这个内核级别的开发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没问题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然其实你实际上你点击肯定是time stamp 好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是做一个补充的说明啊 好 那这个信息插进去 这里面就有个问题 我们取的是天啊 就是以天为单位 所以以天为单位 那一个任务 点击这个具体的广告 它肯定有很多了 点击广告 时间 OK 我看一下我们这个模型啊 时间 这个没问题 IP OK Uder OK 那现在有个问题是什么 你是不是一直插入啊 假设你一直插入的话 哎 假设你两条记录一样怎么办 对吧 可能 出现两条记录的K 是一样的 此时 就需要更新对吧 更新 累加操作 对不对 这个是做一个额外的说明啊 然后你就把数据都放进去了 我们再次看一下我们放进的是什么数据啊 实际上说到底 我们放进的就是这个任务对这个广告点击次数的数据 对吧 对不对 就这个batch里面 任务对这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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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id 的这个广告点击次数 的这个数据 然后如果他发现数据库存曾经有这个东西呢 他就累加是吧 就是同样一个任务对同样一条广告点击啊 每10秒会更新一次 每10秒的这更新是在历史的基础上更新的 对吧 如果你没有的话那就直接插进去 如果有的话他就进行update 我觉得这个逻辑大家应该都没有问题是吧 好 啊 关于这个数据库的操作我们暂时不讲讨啊 这个后面再跟大家讲 肯定会跟大家补充上去了 你现在已经知道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 我们把任务留进来的数据 啊 就是你只要不要太过分啊 就是不要在10毫秒之内 10毫秒变成10毫秒 啊 10秒 10秒钟点击两只 好吧 这个 你只要不要连续这个广告点击两次 因为 我们这个也只是一个模拟啊 就是想一般的人的情况下 不能点击一下广告进去 然后又返回了 再点击一下广告进去 感觉这个不正常嘛 是吧 好 这个进去初步过滤之后 然后我们把信息写进 这个外部存储系统就是数据库中 啊 我们 这边说数据库会出问题吗 这个一般数据库不会出问题啊 因为我们才能连接词的方式 而且 匹量更新的方式 连接词加匹量更新 但 实际上高频的操作 数据库会有其他很多技术优化 呃 我们现在不要考虑太多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重点是考虑spark streaming上 所以这也是上一次我本来说 要跟大家讲一个项目 后来再想想 还是 还是以后再讲吧 然后我又被人刺激了一下 然后我又还是讲了这个项目 准确的说我被IMF成员刺激了一下 好 这数据都在里面了 我重复一下 或者说跟大家确认一下 这个数据都在里面了是吧 数据都在里面 你下一步是不是执行真正的过例操作 对不对 呃 我们这个已经把数据写进去了 大家注意啊 这里面写数据它非是触发action 然后 然后 我们又要对这个 数据 反正你的程序会有 它会有很多叫 就是这个叫吧里面 它会触发不同的action 当然这个是你自己去弄 那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小问题啊 这边说 Filter的click batch 对吧 这个放进去之后 我们有没有必要干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 是在这个数据库的基础上 对这个数据进行统计过滤啊 肯定有必要 对吧 你自己想一下是不是这样 你先想想明白 啊 它是怎么回事 然后你一步一步做的时候就会很流畅 嗨 声音有问题吗 好 现在好了是吧 好 我是希望大家想明白这个过程 然后我们就继续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继续算了 诶 好 这个是filter的clicking batch 刚才那个forhrdd操作已经把数据写进去了 所以它会不断的累加 不断的累加 不断的累加 OK 好 声音不稳定 这样我重新启动一下吧 好 好 现在再次进入了我们的课程现场 嗯 我来分享一下桌面 OK OK 克里尔现在能够很清楚的 看见桌面和声音吗 可以是吧 好 可以我们就继续了 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进行filter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那个每个batch是一个初步的filter吗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要再次进行filter 大家想一下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还要进行一个filter呢 你自己想一下为什么 是不是我们每次操作的时候都有必要干一件什么事情 你要在历史查询整个库的基础上看看谁 啊 谁是 黑名单对吧 除了说十秒钟以内的这个黑名单以外 然后 他可能累计十秒累计十秒 那些都是你不知道的对吧 你是不是有必要写入数据库中之后 然后你再再次进行filter 大家想想 是不是这样 更新之后你再过滤一下对吧 我希望 我最最希望的就是 你一定要明白这思路是什么 代码真的不太重要 代码谁都会写吗 真正的高手 我以前遇见的所有的高手 没有一个高手跟我谈这个代码怎么写的 大家只要搞懂了思路 一般代码都是可以写出来的 OK 好 这边filter 我们就直接new function 我们把这个代码补充一下 那这边 我们把这个代码补充一下 这个时候 我看下来反为什么东西 这个我们把它记录一下 这个是真正看上去是纯净的 好 好 哎 这个我们就 我想一下 这个我们是叫黑名单呢 还是叫其他的东西呢 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filter 我们是要过滤出黑名单 还是要过滤出有效数据呢 这个时候一定是过滤出黑名单 为什么说我们是过滤出黑名单 因为 你要给予这个历史的这个信息 看出谁是黑名单 然后再更新的表准 对吧 你在这个地方 你可不可以看出谁是黑名单 你看不出来对吧 是不是你还要算一下 当然这个还是对外部的这个存储系统进行操作了 所以我们这边过滤出的应该是黑名单 对吧 黑名单 blacklist based history 其实history也包含了 包含了所有的数据啊 因为我们刚才操作的时候已经把这个数据库更新了一下嘛 对吧 对不错 好啊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大家想一下这个逻辑该怎么写啊 你这边你是过滤 OK filter过滤出黑名单 那包含了 你这个地方叫filter的clink in batch 这个是把那写 它这边如果是我们这样做的话 它就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 把这个batch中的这个黑名单直接弄掉 不过如果是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在这边return false 这边是不是也要update一下黑名单 更新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更新一下 更新一下 黑名单的数据表 OK 这个 更新数据表之类的 我们不在这一节课讲啊 我们先要把逻辑搞通 然后你再直接操作数据表 这个就很简单 好 大家想一下在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因为你可以拿到所有的这个点击的 历史数据哦 你拿到所有点击的历史数据 这个时候大家就想一想了 那想一想想什么了 你是不是要查询一下每一天 点击量超过50 我们刚才说超过50 如果说点击量 啊 同样一个user 对同样一个id 无论是哪一天 点击量超过50的话 OK 那它都是应该被列入黑名单 对吧 大家想一下是不是这样 呃 肯定是这样嘛 对吧 呃 我们这边先提取出数据再说吧 ok string 这肯定要进行split 对吧 splitted 唯一我们要不改了 啊 这个我们的值 就是 从k的角度讲 我们先提取出k啊 哎 点split 呃 我们这个就是说是tab的方式是吧 好 好 论出了这个内容 时间 时间我们就直接是dates 反正我们就是年月日的方式啊 然后这个splitted 啊 我看一下这个时间是 啊 是第一个元素 把这烤一下 免得我们一直看 好啊 这个是第一个元素 好啊 这个是第一个元素 这个等于splitted 1 2 好 第二个元素 string addadd 是第三个元素 那 时间 任务点击广告 这个其实是我们主要关心的内容 那我们根据这几个元素 是不是要查数据库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 肯定是的 对吧 这是数据库 我这边就开始写注释了 数据库操作我们专门拿一节课来讲 接下来 要查询数 根据 接下来 根据 date user id 广告的 id 等条件 去查询 这边插入的数据库是吧 查询 认识点击广告的数据 数据表 一般就是一张表 对 HBase不错 这个我们现在其实还不是严格 按照生产环境去做 虽然 这个代码已经是类似于生产级别的 查询数据表 那我们这边每次假设有内容那就更新 那这边肯定会有 获得 获得 准的 点击 次数 对吧 大家想一下是不是这样 根据时间 例如说 今天 反正时间它会一直变呢 今天这个任务对着广告点击多少次 如果超过50次的话 那就over了 对吧 有大批量 数据更新确实不适合 HBase 它适合查询 但不适合 更新 Redis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 获得准的点击次数 这个时候 机遇 点击次数 判断 是否属于 黑名单 点击 OK 这个 你看一下京东啊 或者之类的 这些东西绝对不是一个网站 那么简单 背后的系统 复杂的 我这边随便说一下吧 我这边 另一个点击次数 点击次数 Clinked Count Total today 等于50 我说等于50 好 这个说等于 等于81吧 我说等于50 这个词 这个词 您就判断一下吗 这个词 您就判断一下吗 不是我这边随便说一个判断数字 大于50的话 这边就return 这return true 对吧 我们要弄出黑名单 else return false 啊 你这过滤出来之后你转过来是不是再一次 再次要什么 不过 你可能要把这个黑名单写进了黑名单的那个数据表中对吧 但是 我们现在不考虑写数据表 如果我们这样获得这个黑名单然后就写入这个黑名单的数据表 数据表中我们假设只有这个room food ID 的话 你觉得代码有没有问题啊 大家想一下 我们现在是讲项目史战所以你肯定考虑的问题更多 他不是学一个简单的知识点那么简单 大家想一下有没有问题啊 就我下一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下一步我们就 写进黑名单数据表了 下一步 写入 黑名单数据表格 数据表中 嗯 木勒想一下 这个有没有问题啊 你想一下这个怎么写数据表呢 就 black list based on history 然后就for hrdd 然后就把你们元素都抽取出来 抽取出来的时候 我们只要他的这个 Uder ID 就行了 插入进这个表中 大家想一下这个有没有问题啊 肯定有问题是吧 这个问题大家想想是什么啊 啊 谁能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 数据表 数据表这个我们必须要求到存在 他不存在我们创建一个表 这个不是数据表存在不存在的问题 其实也不是赞助时间的问题啊 也不是判断误差的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按照这种业务逻辑 可不可以直接 把这获得的数据 你这边不说大于50吗 然后你就扔进去吗 现在可不可以直接扔进去 或者说直接扔进去 有什么 不好的地方 或者问题之所在 OK聪明 9981是吧 重复是吧 重复 为什么重复 大家想一下 我们这边是filter对吧 弄出数据之后 然后这边是java pair Dstream 那这里面的数据 你不说认负吗 这个认负肯定会 肯定有可能是重复的 对吧 为什么说认负有可能是重复的 例如说你 你说for for each RDD 操作的时候 你写进表中的时候 你自己想清楚 你写进表的数据是不是一个partition 一个partition的写 那 不同的partition中有没有可能是同样一个任务啊 那绝对有可能对吧 你说我写你partition 就类似我们刚才的这种这种调调的代码嘛 你这写的partition 你说partition里面我可以确保不重复 partition里面你怎么确保不重复呢 你最多弄一个数据结构 然后 说过滤一下 但是你觉得这样行不行啊 这个问题其实稍微有点复杂了 你自己要想清楚 就刚才 我们这边有位同学说数据可能重复 重复第一点就是一个partition里面可能重复 这一个partition里面可能重复 我们还比较好办是吧 你自己想一下是不是比较好办 这个过滤过了和黑名单是否重复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对吧 没有任何关系啊 这跟group K这件事情也没任何关系啊 OK 所以有人可能想要重复的话 我存这个partition里面 这里面进行一下过滤就行了 其实这个不行啊 你说一个partition里面 你可以保证唯一 但是你能保证另外一个partition 没有跟你一样的东西吗 大家想想能不能保证啊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思路 而且这思路在企业中肯定是很时温的 你不能保证对吧 不能保证这个时候你就要 对我整个RDD进行一下这个去存操作对吧 是不是 但你对整个RDD去存操作了partition里面不肯定去存了 对 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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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名单的整个R 整个Dstream 这个 好吧 整个RDD RDD进行 去存操作 必须这样去做 但RDD去存呢 partition可能去存了 这个是 一举两得是吧 一事二了 一键双雕 我们对RDD怎么计划说 怎么对它进行去存操作呢 这问题又来了是吧 有没有人告诉我一下怎么对RDD进行去存操作 你对Dstream中的RDD的元素进行去存操作 也就是说你要对这个 对它进行去存操作 它里面的RDD元素进行去存操作 怎么做 这个 这个不可能直接Destink 这没戏啊 它不会有Destink 我看一下 它应该不会有Destink这方法吧 OK Spark Gray说的是对的 Transform 对吧 我多次强调 Transform 和FORHRDD 类似于Spark Streaming的后门 是吧 当你不知道没路可走得出你就求助于他们两个是吧 不错 我确实说的是万能的操作 是不是 OK 万能的操作 所以 所以我们这边要进行Transform操作 这边给我一个Function 2 Transform操作 我们这个好像还是不太方便 你这边能不能直接 直接进去存 啊 啊 这个 我们想一下Transform to pair 对这个需要Transform to pair Transform to pair 确实是这样 OK 好 嗯 嗯 如果Transform to pair 哎 他怎么也不给我一个 因为 我们本身就是个pair嘛 对吧 他这么智能体词 这有点不太对了 啊 好 OK好 我们把它实现一下 啊 这边 返回 这个是String 这个是Long OK String Long 嗯 在这边呢 收到的是RDD啊 过滤之后 过滤之后 我想一下 过滤之后 OK点击 时间是以天为单位的 啊 这个我们要编写 编写编写它的逻辑啊 我们这边如果直接是 RDD点Distinct 大家想一下 这有没有问题啊 RDD点Distinct 点击次数 OK 这边都是黑名单的 点击次数 哎这个应该 这个其实这个不太对哦 是吧 啊为什么不太对 因为我们这个String 这个String包含了很多元素 嗯 我们举例来说 你这边是R 是个RDD这 String 这不是RDD之间重复的 我们从 这Batch Duration的角度讲 就是一个RDD内部啊 这个不存在RDD之间 重复的问题 我现在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任务是同样的 但是这个Long类型不一样 我想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从整个RDD的角度去考虑 StringLong 大家想想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我们的数据 我们的数据OK 这边 弄出历史数据 我们这个应该直接基于有点ID是吧 对不对 黑名 对黑名单 我们只要有点ID啊 我们不要 不要搞得 搞成这样了 对吧 如果我们只要有点ID的话 那这边呢 这个是Filter 这个没什么办法了 Filter如果没办法 那我们就再进行一台Map操作了 对吧 大家想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再 再进行一次Map操作 肯定是这样对吧 大家想一下 Map操作是不是可以只能出这个UserID啊 对的对吧 好 看来不是 这个代码你其实写写的就有感觉越写越复杂了是吧 OK 我们进行Map操作 OK New function StringNow 好 这个我们 我们UserID 我们就用String内心的UserID 好 这边返回什么呢 这个 我看一下 V1的 水啊 Splitted Splitted UserID是他的第几个元素 第二个元素 我们返回这个第二个元素是吧 返回第二个元素 那 这个就是我们进行Map操作的 这直播 直播上有点ID 我看见他返回的类型 哇 他这一下怎么 这个类型 啊 好 他这个类型是对的 这个类型是对的 是对的 这个类型是对的 这个类型是对的 我们这边就 这个类型是对的 直接transform就行了 OK 这个时候我们直接new function 这边返回 我们也是string function OK 好 实现这个方法 这个时候就可以认这个rdd distinct了 对吧 rdd d distinct 看来这东西没有想象出那么简单 去存后的 这个内容 啊这个 但是这个东西都是你实际编写的 必须面对的 嗯 我把它命名一下 blacklist blacklist user id 啊 unique user id 我的代码越写越长了 我给你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我曾经写过一个spark加价级别实现的代码 写了5000多号 啊我曾经写过最长的那个加价代码写过37000多号 然后我写过的基于spark的加价开发的一个文件写过5000多号的代码 你说这5000多号其实是很恐怖的 他业务是很复杂的 但那个代码之所以常主要是有业务逻辑复杂不是因为 其他原因 但他也运用了很多技术 那你 接下来你就基于他然后去把它写到黑名单数据库中对吧 这边是不是又再一次forhrdd啊 对不对 forhrdd ok forhrdd 然后这边 ok我们就直接利用一个function 这反复肯定void的类型 我们不要什么东西 因为你写入外部 还不数据库吗 我们把曾经这个地方在这个内容考一下 这个代码越来越复杂了 我们就不return了 啊啊 我们return为空 return为空的意思其实也就是不return了 啊 这边也有个async 但无所谓了 其实 这个 啊 他要认个overread 我看一下 这边有个什么问题 啊 类型不对是吧 看来还是要再写一下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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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ch partition ok f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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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这个它反复是void的这个地方必须是void的类型的方式 OK 那在这边我们同样可以把这一串内容考过来 直播是这个 说明的方式要稍微进行修改 Iteration 集合 批量操作 Insert Batch 这里面信息只包含User ID 啊这个已经进行去存操作了 呃 此时 此时 直接 插入 黑 名单 数据 表 即可 呃 这个是再一次谈到了 对数据库的操作 嗯 所以我们 看见这么多内容都要数据库的时候我们确实是 很有必要 专门拿节课看一下到底这个数据库怎么弄对吧 然后转过来你这个数据假设说写进了 数据库之后 你流进来的数据是不是 你自己想一下 在这边这个数据流进来之后是不是要立即对它进行过滤啊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啊 你自己稍微想一下嘛 肯定是这样嘛对吧 就是 数据流进来之后你就要立即进行过滤对吧 啊关于这个怎么就做 啊 我们下节课先跟大家谈这个表的内容啊 然后谈 流进来数据之后立即怎么进行过滤 你这个肯定要在历史基础上进行 本来已经有了你不把它过滤掉 然后 你没必要浪费时间嘛 OK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节课讲的内容 其实 这里面能分一些RD的Transform 还有这个实际过滤的一些业务逻辑啊 这些 因为我们确实是直接抽自己企业级的项目的 啊所以你感觉可能跟你写的demo级别的有点不太一样了是吧 你现在你的内心已经有微妙的变化了是吧 OK这个代码可以写很长啊 好 好 荷尔蒙泛了 啊我 我这边马上就把我们的代码传到我们IMF群吧 好吧 那我们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明天 啊我们聚焦一聊点 第一点就是对数据库的这个处理的部分 反正他代码都模块化嘛 啊不过我们现在没有必要考虑太多的规范性的东西 我们主要还是考虑Spark streaming 技术本身 OK 啊这个是第一点就是数据库的部分你要专门把它弄出来啊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已经进入黑名单了那数据流进来是不是立即要通过那个啊 黑名单的这个信息立即进行过滤了毫无疑问嘛这个怎么弄对吧 好啊 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和新浪微博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谢谢大家 明天晚上八点我们准时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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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abar而已 再加上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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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骨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